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进入第22课时,SF-EPC开发版实验1,AS和JTAG配置方式。 好的,我们在之前的一些课时里面已经学习了BJ-EPM240学习版的一些实验。 在这个CPU力学习版里面,我们大家基本上接触的只有这个JTAG接口。 FPA的配置相对于CPU力来说,就复杂一些,它不仅有JTAG模式,还有其他的一些模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我们知道CPU力是基于弱母的,像我们使用的EPM240,它实际上里面应该是一个类似Flash结构的内部结构。 所以说,当它下电以后,在上电,那么它的数据其实上,我们下载以后,它就保存在这个CPU力内部了。 所以说,当它在上电的时候呢,它直接就,它直接呢,就能够,就已经是配置好的了。 而我们的LPJ,它是基于RAM结构的。 我们知道RAM的一个特性就是下电以后,数据就丢失了。 所以说,每次上电的时候,LPJ需要重新配置一次。 这个重新配置的过程呢,就是需要从我们外部和LPJ另外接一个RAM。 然后呢,LPJ从这个RAM里面把相应的配置数据,进行一个上载的过程。 然后,LPJ重新开始运行。 好,我们废话少说,我们现在主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这堂课的AS模式和JTAG两种配置方式。 AS模式呢,它实际上主要就是用于配置我们的LPJ的P-RAM的。 EP,EPC-S1。 然后呢,JTAG模式呢,既可以用于配置LPJ,也可以用于配置我们那个RAM。 但是呢,它的配置呢,实际上是通过LPJ来配置的。 即便说是配置RAM,也是通过LPJ再来配置一个RAM。 然后呢,配置LPJ本身也可以的。 好的,我们看一下,LPJ器件主要有三种配置方式。 是AS、PS、JTAG方式。 主动配置方式AS呢,主要是一个,我们这节目要讲的是AS和JTAG方式。 被动的配置方式PS呢,特学同学没怎么接触过,这里就不帮你们弄斧了。 我们先看一下,AS方式呢,是由LPJ器件引导配置操作过程。 它控制着外部存储器和初始化的过程。 EPCS系列配置芯片,如EPCS1、EPCS4,这里的1和4呢,主要的区别呢,就是EPCS1它可以存储1兆bit的配置数据。 EPCS4呢,这个4呢,就是相应的是4兆bit的数据。 这是它的型号。 这两个器件呢,它是专门用于专供AS模式进行配置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前面说了,也可以用JTAG模式来配置这些器件。 Aurora创行配置器件,LPJ器件处于主动地位,就是LPJ产生时钟。 配置器件处于重属地位,配置数据通过Data0引脚送入LPJ。 那就是说,这个Pelom EPCS1它和LPJ之间它有相应的接口,通过Data0这个接口是相应的送数据的。 配置数据被同步在DCLK输入上,还有一个时钟,时钟和数据,相应的就是一个时钟和数据进行传输的一个串行总线。 一个时钟周级传输的一位数据,而PS呢,它是外部计算机和其他控制机配置的加强性器件。 这些器件基本上是并行的,它有多个数据管角有的,当然也有串行的。 配置数据也是和上面的EPCS1是类似的。 然后呢,JTAG接口呢,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了,因为它是一个业界标准,只要用于轻便测试等功能,有一个IE STD1149.110和边界扫描接口引脚。 相应的就是四个引脚,TMS,TDI,TDO,TCK,那四个引脚呢,就是TCK嘛,就是时钟引脚,TDI是这个JTAG的输入引脚,然后TDO那是JTAG的输出引脚。 这个输入输出呢,相对于,是相对于我们被下载的这个芯片来说的是它的输入或者它的输出,对于我们下载的工具来说,就是我们的PCG来说呢,就是相反的。 比如说TDO,那就是我的PCG的input,TDI就是我们PCG的output,而对于LPGA器件本身来说,TDI就是input,TDO就是output,就是数据管角,TDI和TDO。 而还有一个TMS,这个管角呢,就是LPGA的一个控制管角,因为实际上我们传输,我们就是在传数据的时候,怎么说呢,特权同学写过一个文章,大家不妨到网站来搜索一下。 这篇文章,大家要是感兴趣呢,不妨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是特权同学自己呢,对着JTAG的一些深入的 剖析的一个文章吧,也不能说深入吧,就是比较浅的一个分析吧。 好,我们这里不多说了。 然后呢,LPGA在正常工作时,它的配置数据存储在SRAM中,家电时需要重新下载。 然后呢,在系统实验中,通常又记得你有控制机进行调试,可以用PS。 好的,因为,就是说,配置在FPGA呢,它有两种格式Pof和Sof。 相应的,待会我们在配置的时候再和大家介绍,一个是下载到FPGA当中,另一个是下载到EPCS当中。 好,然后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Otola官方提供的一些下载电缆吧,一般有BLAST2,BLAST-MV和USBBLAST。 这三个的最主要区别呢,可能说就是在速度上,USBBLAST相应的来说,应该是最快的了。 然后呢,BLAST2呢,是BLAST-MV的升级版,它们俩都是并口下载线。 然后呢,BLAST-MV它只能用于JTAG模式的下载,AS模式下呢,它就无能为力了。 BLAST2和USBBLAST呢,它两种下载方式都可以揭露了。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AS下载模式,主要是将工程编译生产的.pof烧录到串行配置芯片,就是我们的P-ROM中。 然后呢,LBJ3电红重开配置芯片,读取数据,完成在线重配置的过程。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操作,我们现在随便打开一个工程好了。 我们打开我们的,呃,我们打开CodeStooth软件,然后我们相应的, 我们的相应的找一个工程,因为我们就不新建工程了,因为我们这节课呢,主要是为了演示这个不同的几种下载方式。 我们复制这个工程。 好,我们,啊,现在LBJ应该,CodeStooth应该是已经打开了,好的。 我们打开这个工程。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工程目下,当我们在编译完以后,它会有一个.pof这个文件,还有一个.sof。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pof呢,我们看,这里已经,我们已经说了这个pof呢,是下载到创型配置芯片当中。 而sof呢,待会儿我们还会演示,是下载到这个LPJ,直接上电运行。 然后呢,在这个不同的配置房子,比如说你要是上电,上电以后是用处于JTAG模式呢,还是处于这个,呃,皮罗姆配置的模式呢,一般通过我们LPJ的三个管角,叫Sale Mode,呃,M Set管角。 我们可以看一下原理图吧。 原理图在这儿。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LPJ的原理图。 我们看到这里有M Set0和M Set1,实际上有的LPJ还有M Set2,这三个通过这样三个管角呢,相应的进行拉高或者拉低,就能使LPJ处于不同的配置方式。 然后呢,我们这个LPJ呢,EP1C,实际上我们用的是3T140C8,它呢,只有M Set0和M Set1,然后呢,他们就是通过配置这两个管角是高还是低,来使LPJ处于不同的配置方式。 是从P-ROM启动,还是从JTAG,还是JTAG方式,或者说别的PS方式。 然后呢,我们把它都接低了,它实际上就是处于一种AS模式上电以后,它都会从P-ROM里面读数据进行配置。 但是呢,如果我们直接这时候处于JTAG模式,直接下载到LPJ,因为JTAG模式呢,它有最高的优先级,就是说不管你这个M Set0和E如何配置,只要我是一种JTAG方式进行下载,它都会,就是最高优先级,就是都会从JTAG下载到的这个,如果说下载到LPJ里面,就是直接去运行LPJ内部的一个配置。 好,我们点击下载,然后呢,我们,我们先加,加载我们的POF,我们看这个目录,对我们当前的目录,POF。 我们因为现在是,我们先这里确定是AS模式,然后我们添加的话,就添加一个,点POF的这个文件,然后呢,看到这里期间是EBCS1,我们也可以这样进行选择,双击它进行选择,然后呢,我们先给我们的LPJ上电。 好的,看到我们的LPJ,我们的下载电缆呢,实际上,应该是接到,板子的左侧这个插座,我们换一下,板子的左侧这个插座。 左侧这个插座,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是USB Blaster,然后呢,我们把USB线和USB Blaster连接在一块,我们先给它上电,然后我们上电。 好的,然后呢,我们看看认到了没有,我们点击Hardware Setup,然后我们插到USB Blaster, Close,然后呢,我们点击Start。 嗯,出什么问题了,啊,对,我们要勾选这个下载配置,然后我们点击Start,然后我们看这个进度条,好,慢慢的增加,好,下载完成。 我们看,下载完成以后,LPJ的灯,呃,它的指示灯呢,是在,我们看到,在,相应的是在窜口的附近。 是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它并没有在闪烁。 那么,是不是我们代码没下载进去呢? 因为我们下载这个代码呢,是一个约翰星技术器,就是,呃,一个闪灯程序吧,闪灯的代码吧。 那么,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下载电缆拔了,然后重新上电,它才会进行一个重新的配置。 因为我们LPJ此时并不,并不是处于一种重新配置的状态,我们按下重配置键吧,看看这个重配置键。 好,松,啊,不行的,所以我们这个下载电缆还是必须拔了,因为它内部好像有一个管角,相应的有一个,使其无法处,啊,我们看,我们线一拔掉,它这个灯就开始散了。 那就是说,这个,这个AS插座呢,它内部应该是有一个管角和这个,我们的,呃,LPJ,或者说在P-LOM之间相连的一个管角吧,可能是,电瓶相应的克制了,使LPJ无法从这个P-LOM里面启动。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重配置键,我们按下去,它处于重配置状态,一封开,它就是重新配置,然后完成以后就肯定灯就开始闪了。 好了,我们看,我们灯又开始闪了,说明我们这个AS方式呢,下载是成功的,啊,顺带的我在这里提一下我们这个USB Blast的使用,就是当我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我们把这个USB Blast和我们的,啊,不管是这个插座还是这个插座连在一块的时候,那相应呢,它可能会弹出一个请安装驱动,我们,然后呢,正常呢,我们,我们,我们自己选择,然后我们可以定位到我们这个,我们安装目录, AUTELA的光照,安装目录下,我们可以找到9.1,然后呢,Quartus,然后呢,这里下有个Drivers,我们就是,啊,安装的时候,安装驱动的时候,我们找到这个目录,有一个USB Blast,啊,定位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一步,下一步,它能自动搜索这个驱动,然后进行安装就可以了,啊,也,也没有,也并不是特别困难,或者说特别麻烦的了,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目录是在安装目录下,啊,或者,啊,Drivers,USB Blast,有这样一个驱动,然后直接在这个,直接搜寻到这个驱动,然后安装以后,这个USB Blast就能正常使用了,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啊,AS方式已经下载进去了,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文档, 其实,啊,AS方式呢,就是这么简单了,然后我们再开JTAG模式,配置FPGA,然后同样的,我们现在JTAG模式,JTAG模式下嘛,我们把下载插头插到这里,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先,这里需要选择JTAG模式, 然后呢,我们添加,啊,点SOF,然后呢,我们先进行一个,擦除操作吧,嗯,如何擦除呢, 然后呢,需要选择,啊,需要选择,然后我们点击,下载,我们看,我们下载成功的,啊,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呢,已经有代码在里面了, 啊,可能,这么做不是很合适,那么我们,先想办法吧,应该是能够先擦除的, 我们还是回到AS模式下吧,看看是否能够进行一个擦除操作, 那我们把下载电栏插到另一侧,我们看,然后呢,现在我们start,擦除,我们现在只有这个elase这个操作,好,应该是擦除完了, 那么我们给这个板子下电,然后拔下,下载电了,然后我们插到JTAG,这个擦桌上,我们上电, 我们看,现在这个灯不闪了,说明这个代码被插除了,那么现在放到JTAG模式下, 我们加载SOF,然后呢,我们好,我们下载start,下载完成,我们看灯又开始闪了,当我们现在给板子下电,我们看这里,下电,然后,啊,没有下电,因为这个下载电了,是带电,那我们下电,然后呢,我们呢,彻底给它断电,啊,不用断电, 我们直接就是,重配置,我们点这个重配置按键,我们点,好,数据没了,说明重新配置以后,数据,啊,我们烧到,用JTAG模式烧到LPG里面的代码不见了,那就是丢丝了,啊,我们再下载,我们看,它肯定又开始跑了, 好的,下载完成,还有一点呢,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用JTAG模式下载的速度相当的快,这就是大家可能说在调试的时候,比较喜欢用JTAG这个模式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好的,那么JTAG模式就简单介绍着,啊,不,我们还要介绍这个JTAG模式来配置这个EPCS这个器件,我们先要按这个操作来吧,我们需要把这个刚才的SOF, 这个文件转化成一个叫做.jim,好像是,我们看一下,转换成这个.jic这个文件,然后下载配置这个Pelom,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这种配置方式下呢,这个,我们再点重配置,那么代码丢了,就说,说明这个Pelom里面也没有,就是刚才我们烧进去的代码也是空的, 那么,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往这个Pelom里面烧数据,我们要Files Convert,然后是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然后呢,我们, aultsing,我们 disk,我们是,我们是, 我们选择 JTAG JIC 文件 编程文件类型 我们已经选择了 然后选择器件 然后这个命名为 johanshun.jic opertfile 我们就叫它opertfile.jic 然后呢 下一步 然后呢 我们单击option 然后点击user input files to convert 我们点击option 点击这个 然后 然后我们再点击addfile 我们双击这个.sof 好,添加进来了 然后呢 我们要选择一个器件 可能 然后我们点击生成 然后我们点击生成 generate 已经生成了 那么我们进行下载就行了 我们现在下载 然后我们删除单前的 我添加 JIC 没有 这说明不太对 创新配置器件的 加载不对 创新配置器件的加载不对 我们需要点击它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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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新看一下吧 哪一部出问题了 我们重新看一下吧 哪一部出问题了 配置器件选择我们 EBCS1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先删除吧 我们add device Cyclone2 EBCS1 我们是Cyclone EPEC3 OK 然后呢 我们选择 addsof 我们看是需要选择器件 然后呢 我们再试一次 好 已经生成了这回 这次是确定生成了 那么我们添加 JIC 然后我们勾选 然后我们点击start 我们看这个进度条 好 版本版 我们看 现在还没有 我们重新配置 点击这个键 好 我们看代码开始跑了 说明从Plone里面正常启动 我们再点 再配置 已经 我们一松开它又开始跑了 说明我们这个下载方式完成了 好的 具体的使用呢 大家呢 主要参考这个文档 一步一步的来做 肯定就没有问题 那好的 这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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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